下面说 顾心怀杀毒 残上他命 卧气直慎 从明入明 顾云卧气明明 这第二句 常常杀身的人 杀身 原因都是贪吃 吃中生肉 贪臣吃叫三毒 杀身是成毒 所以 所有一切病毒 都离不开贪臣吃 这是残上他命 多半只动物 被他杀害 卧气之身 被杀害的这些动物 这有情中生 他有没有怨恨 有 他会不会报复 肯定会报复 所以我们细心观察 吃肉的这些动物 这一些众生 动物不互相 也只是当他寂寞的时候 狮子 虎狼 他吃饱的时候 对周边的小动物 决定没有伤害 确定没有伤害的意思 我们在电视 过去看动物器官里面 看到 所以人 比动物互相残杀 还要残忍 那么由此可知 动物是用什么心情来看人 人是最可怕的动物 不吃 不吃也要杀你 这个卧气是冤气 怨恨 知神 现在这个大地上 每一天杀害的 落地上走的 空中飞 水里头游 每一天有多少 我记得有人 给我提供一个资料 一年3370亿 一年 那差不多每一天 也要一亿多杀害的 所以这个地球磁场不好 我们坐飞机飞到上空 看下面 这昏粗粗粗的 那月起 从明若明 这个明 是幽暗 下面是 我道 三途地狱 地下游戏是 明明 明明 这 幽暗也 无知也 墨业也 梁子 说着 见忘 过云 为妄 先死 未免可以说是 迷中入迷 愈迷愈深 迷了他造罪业 业必定有报 唯旺行死 兴起这些物逆 干这些卧死 我通通都是虚妄 罪越遭越深 于是唯逆天地 这个朱介里都说得好 上不顺天心 天神看不过去 下面也违背银罗王的意思 银罗王 执行造作卧业的人 让他们在地狱受的一些苦报 是不是 银罗王的意思 不是 我们现在完全晓得 地狱 完全是自己 不善业变现出来的 与银罗王不相干 确确确确确实实都是自作自受 天人 佛经上讲得清楚 什么人身天 在世间 存的是四无量心 啊 慈悲息息息 四无量心 造的是上平时神 四无量心 造上平时神 这是身天的音 所以天人 慈悲 天人不喜欢看到沙僧 啊 沙僧吃肉 天人看不惯 不顺天心 啊 银罗王贵王也很慈悲 啊 不忍心 看到 这个造作罪业的人 在地狱受罪 啊 所以告诉地狱的人 你们受受的罪 都是自责自受 啊 地狱里所有一切状况 都是业力变现的 啊 不是沙僧王在那里 造的地狱 啊 不是的 啊 说如是 任意足 啊 固云自已 一旦 罪我蔓延 这叫罪集 有没有蔓延的时候 有 啊 罪我满淫 底下说了 于是 罪业牵引 这不代是受宗了 乃顿多其命 这句话 一定要重视 罪业亲的 是你的受宗 受命到了 财认 财论 互相 惆怅 那个造业 极重的人呢 不到他的 收命 总了啊 啊 谁来 赌他的命 都是 冤情 债主 啊 债主是 他债的 你 你得取他的财物 他不甘心 一定要逃回来 要逃这爱的 啊 你杀害这些种众生 啊 众生还不能多拟命 是因为你有福报 啊 有福报 就有守护神 保佑 你 卧冠满盈的时候 这些守护神 离开了 寿命的人就来了 好 好 好